测一个绝对是一个Buff 我完全想象不到没有TrapPad的iMac 到底是如何做到这件事情的 真的想不到 哈喽大家好我是三号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就是 如何在主流里面旋转你的字体 你听到这样的东西可能就一头雾水 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所以现在我们直接进入教学 OK 这个就是我们在其他Apps可以看到的字 通常我们都会看到这个东西 这个圆形的东西 所以我们可以按着这个东西 然后转弯 转到我们想要的那个方向 可是在这个Pro用里面呢 我们就没有办法看到哦 它就是这样子 我们可以拉长拉短 或者是把字体调大调小 其实这样子还有一个方法的哦 这个方法我已经找出来了 OK 方法其实很简单 你现在看左边跟右边的这个Screen 你应该就可以明白了 所以 现在你看到的 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字 然后 你需要点击它一下 然后 两只手指一起放在MacBook的TrapPad 然后转 你需要尝试哦 就可以转到你想要的方向了 这样就会比较容易 对于没有TrapPad的用户来说 也就是iMac这一类的人 其实我真的找不到任何一个方法 可以旋转或者是Rotate这个字 晚上我可以找到就是 把整张图片一起Rotate 而我发现到可以旋转的东西 所以自己有这个Bad了 Rotate 或者是这个Tools Rotate Left 或者是Flate Horizont 其实这个我觉得比较不实用 如果你是使用iMac的话 如果你又知道这样子的技巧的话 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是不是觉得很容易呢 其实在Mac里面有很多很多这种小技巧 等着我们去发掘哦 如果你发现到什么 使用的小技巧或者是APP 或者是你在使用Mac时 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的话 开你留言告诉我 当然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请你给我一个赞 也分享给你的朋友 3号TV会一直更新 关于MacBook和MacOS的使用小技巧 对这一类的影片有兴趣的话 欢迎你订阅和关注3号TV 那我是3号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